视频是讲的缝纫机怎么穿线 那第二个视频呢 就是教大家这个缝纫机到底怎么用 穿好线以后 一般我们不要直接开始用的 你要拿一块布先试一下 试一下你的线的松紧度如何 如果是就你从来没有用过缝纫机的 你会觉得哦 那我要把我的布放在什么地方 那我们要做口罩呢 一般会砸这个边边对不对 把边砸起来 所以这个压角就可以起到一个尺子的作用 然后基本上这一个压角 你看这一个压角大概就是0.5厘米的样子 基本上如果你技术 如果你技术好的话 也许你可以把布 你看我如果把这个压角放下来 哦这个有一个扳手 这个是放压角的 你可以看到 我把这个压角放下来 整好在这个布的边边上呢 那就是说 整好我这个针下来 大概就是这个针角 离这个边边大概是0.5厘米 但你如果技术好一点呢 你还可以再往里调节一下 然后基本上这个压角可以当做一个尺子的作用 那一般你要缝的话 就是我现在这是一个 试我的线的 试我的缝纸机怎么样的 对不对 你在用之前你要先试一下 你不要上来 你就直接拿你的口罩去缝 那如果这个针角的这个松紧度不合适的话 你就会觉得很frustrated 那我现在就要把我的这个开关打开 这有开关 然后我的脚呢 要放在我的这个 踏板上 记住了不要一下子踩到底 然后就是轻一点 然后现在呢 我们就可以开始用了 先试一下 然后你这个 脚踏板往下踩 然后你接着往前走 你千万要注意你的手只是一个辅助作用 不要这样子把它推成这样子 也不要说用力在后面拉 你的手只是说是保证它在垂直往前走 怎么样是垂直呢 就是你这个布的边边 一直跟这个缝纫机右边这个边边 然后是是在一条水平线上的 或者是你如果是要砸的 这个边边这个针剂就是更小一点 跟这个就是压角的这个边 应该是平行的 在一条水平线上或者是平行的 所以就这是一个练眼力的 但是大家慢一点 我想你们都可以做得到 我就这样一直杂 你看我的这个 现在松紧度还可以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 这个有一点点 好像有点松 但是就是因为这是一开始test 所以我这个松紧度 什么样是松紧度好呢 就是正面和反面 基本上一样的 其实作为我这个布来讲 我的正面稍微有一点点紧 那我可以把我这个松紧度 我可以稍微调一下 我再试一下 最后我就把它拉出来 这是我刚才缝的 其实我这个你看 如果是松紧度好的话 应该是正面和反面 应该是都是这样的针角 其实我这个就是上面 这个松紧度现在有一点紧 因为我之前缝的东西 可能就是不是这么薄 现在呢我就是需要调节一下 我刚才稍微调了一下 但是松紧度还不是很好 那我再把这个压角抬起来 我再把这个放下去 但是我也有点忘记 这个松紧度 我来试一下 我现在刚才是4 我现在把它调到6 试一下 看些什么样子 其实你试的时候 不用砸一排 但是我现在砸一排 你看现在还是后面还可以 前面还是有点紧 那我在想 可能是这样是太紧了 可能这边是紧 我把它调到 刚才是4 一开始我把它调到3 再试一下 你看这个 我缝纳机刚才发出一个 很奇怪的声音 为什么呢 因为这块布 这个地方就是说 这是一个接头 这边这个地方有点厚 有很多层布 这个时候如果发出这个声音 你就最好停下来 因为接下来 就是如果你继续 我这会稍微 继续往下缝的话 有可能你的缝纳机的线 就会断掉了 然后你就需要重新的 就遇到这样的情况 你怎么弄呢 我一般如果这个地方 比较厚的话 我的缝纳机已经发出这种声音了 但是这个地方 还是我必须要 我必须这个地方要缝一下 我这个时候 我就会不会用我的脚去踩 我就会用我的手 去转这个地方 因为我跟刚才那个底线一样 因为我用这个转的时候呢 这个针脚也是可以往前走的 所以你如果是碰到缝纳机 发出这种 刚才你听到那个很奇怪的声音 那你就马上停下来 如果这个地方你还是必须要缝的 那你就可以用手来转 它这个针脚也是 它这个缝纳机就是也会继续往前走的 那我们现在就是 一直是在调这个松紧度 这个好像是就是说 感觉哎呀 好像有点麻烦 但是这个步骤是不能缺的 那我现在再来试一下 哎 大家有没有看到 现在我这个正面 也开始有这样的 就是比较明显的针脚了 但是刚才因为凸现过一点问题 所以这个地方有点不好 但是我继续往前 我继续往前缝 前面应该是好的 你看到没有 因为刚才刚才这个地方 这就是刚才出现很奇怪声音的那个地方 这个地方没关系 可以把它剪掉 看到没有 这个反面的这个针脚是这样子的 正面的针脚 也可以也变成了比较清晰的 一针一针的了 你看跟刚才那个比一下 刚才这个就是上面的这个陷阱 所以我们刚才是调的这个 那我的这个数字呢 是因为我时间长了有点忘了 刚才我试了一下 就是越往数字 就是越往一走 越往零走 它的就是线是越松的 我们说是上面这个线 所以我刚才一开始是四 现在我调到三了 就刚刚好 所以你在缝之前 你一定要是 用你要用的那个面料 来试线的底线和顶线的松紧度 合不合适 你不可以说我要用这块面料 但是我随便拿了一个 其他的面料来试 你要用你用的那个面料 然后就是说来试一下 然后现在我们就是说我们这样子 往前这样缝纫没有问题了 你的缝纫机上还有个这样的一个牛 每个缝纫机应该都有 长得虽然不太一样 它有个像U10的这样一个标志 这个你把它按下去会怎么样呢 按下去以后它就会往 刚才我们的这个布是往前面走的嘛 你如果把这个按钮按下去 同时你的脚同时往下踩的话 手按下去脚踩的话 然后这个布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我现在因为没有人帮我拿 其实我的手应该是在这里的 我试一下哈 对我的手还是要扶着它 我现在同时按下刚才那个回车的那个 钮 看到没有 这个布往前走了 它是区别来了没有 然后你缝完了以后 我现在让它继续往前走 这个一般什么时候用呢 这个一般就是在你要缝到头了 按的 我缝好了才会用这个倒车键 就是锁一下 你看我这个要到头了吧 我现在需要锁一下 对 缝好了以后就把你的压角抬起来 然后把布往外拉 有时候这时候你往外拉的时候 你会觉得有点紧 那你你就不要硬拉 那你怎么办呢 一个手拉着它 另外一个手来这样子左右左右 就是前后前后这样转一下 这样子这个布就会比较容易的出来 我来试一下哈 我现在没有人帮我拿这个 那我一只手来 你看我把他左右转了一下就比较容易出来了 你看到没有 我这样左右 我在左右转的时候 这个针角也在动 这个线就会比较容易出来 然后我现在就把它剪断就好了 剪断以后 你要养成一个习惯 你接下来还要用吗 你就把这两个线同时再放在这个针角的中间 放在后面 好了 这就是我们的就是要做 在你缝纫之前要测试一下你的上下线的松紧度 下线的松紧度是不用调的 我们一般要调上线的松紧度 保证你砸出来的口罩 砸出来的口罩的这个边边 上面的这缝纫线剂 你可以看到比较清晰 跟下面的缝纫线剂 是一样的 这就说明你的缝纫剂的松紧度是刚刚好的 好 再见